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大年初六27号的新唐人亚太整点新闻 马上带您看到今天的新闻焦点 台湾内阁改组前副总统陈建仁将接任行政院长 被期许打造温暖兼任内阁 传出台湾驻美代表肖美情要坚守美国华府 25号会见的美国众议院新任外委会主席 讨论强化台面关系 海流发微冷到周日全台湾低温特报下探到摄氏6度 中共掩盖中国巨量染疫死亡 而台湾日本韩国欧美的防疫有成逐渐走出疫情 近期都计划松绑室内口罩禁令 好 新闻首先关心今天大年初六 长达10天的台湾的过年廉价 逐渐要进入尾声了 而昨天在东部的宜兰花莲永县 往北的北返车潮 今天初六 同时有北返以及旅游的车潮 高速公路局预判 国道高速公路有13处是容易拥塞的路段 包括南下的国道1号杨梅道新竹路段 彰化道浦岩路段 国道5号的南港道投城路段 以及北上的国道1号西罗道浦岩路段等等 那国道5号北向宜兰道平林路段 从早上9点就出现的车多情况 到了下午4点多 宜兰道投城的北上路段 依然是呈现紫暴状态 车速时速大约15公里左右 恐怕要塞到明天凌晨一点 其他国道1号国道3号高速公路在北部中部南部路段大致顺畅 只有部分路段拥塞 高工局预估今天国道的交通量是115百万车公里 这是平日年平均的1.3倍 北向交通量可以达到65百万车公里 是平日年平均的1.5倍 今天大连初六又有另一波寒流来袭台湾 气象局对全台湾22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 目前台北市外只有10度设施 而提醒观众朋友月晚还会更冷 预计会一路冷到这廉价结束 最冷时间点预估是落在明后天的清晨 各地有局部出现了10度摄氏以下的低温 台南以北、宜兰以及花莲有摄氏6度低温的几率 目前的话气象局持续有 整整今天晚上到明天发布低温特报 包括本岛各地都会有10度以下的一个低温的状况 特别是在嘉宜北跟宜兰花莲这一带 今晚到明天清晨的话可能有6度 或者是持续10度以下低温发生的几率 寒流大概从今天南下开始之后 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一整天 甚至到周日清晨都会是这波寒流最强的一个时候 刚下来的水气是比较多 那温度上在下降 那水气上今天还是比较多 所以今天的话在北部跟东北部和2000以上的高山 还是有7月下旬 气象局表示下周一30号是台湾年假的休假开工日 气温将会回升 北部高温可以来到摄氏17到19度 而台湾其他地区也可以回温到摄氏20度以上 不过到了下周四 2月2号又有一波东北季风增强 台湾北部东半部将再转为失凉的形态 海流南下台湾对比昨天 今天台湾是明显降温又更冷了 民众在衣物上要做好保暖预寒 或者像是使用一些暖暖包 手套等保暖的物品之外 在吃的东西方面也能够保暖 火锅店在寒冬天气下是迎来了更多人潮 路上行人全身包紧 穿着大衣羽绒外套 戴上围巾或是毛帽 做其保暖工作 店家也是将保暖物直接设置在店外 设立了抗寒专区 满满的暖暖包 还有预寒的手套 袜子 而说到保暖 不可或缺的还有它 放入肉片涮一涮 天气寒冷 来上一锅热乎乎的鸳鸯锅 从身体暖到心里 火锅店中午刚开店就已经坐满了人 业者表示 寒流来袭之下 麻辣锅和养生锅是民众的偏好选择 感觉会有比较想要吃什么样的菠萝 就是麻辣锅 后来12月吃 然后发现只能过年后才能吃 对很开心 很适合 我们这一次过年的定位状况 其实感觉就跟跨年差不多 在一个月之前就已经是都被预定满了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刚好在过年期间 有这一两波寒流 我相信对火锅业者来说 都是有蛮明显的提升 台湾火锅商机一年上看400亿 过年期间要内用 更是在一个月前就已经定位完毕 而年价一波波的寒流 也让民众吃得满足又暖胃 新唐人亚太电视 龚建伦 曾新敏 台湾台北报道 台湾政治焦点 大年初六 总统蔡英文27号上午亲自召开记者会 宣布在过年之后 由前副总统陈建仁接任行政院长 齐取打造温暖兼任内阁交付了四项任务 包括疫情后的开放 完善社会照顾 以及提升国家建设 巩固台湾的供应链地位 总统协同现任和继任行政院长 朱贞昌和陈建仁一同宣布新内阁人士 我期许新的内阁团队 是个温暖坚振的内阁 而陈建总统的温暖 无私奉献 正是当前疫后社会疗愈 照顾人民生活 团结建设国家 最合适的行政院长人选 肯定朱贞昌是最有魄力与执行力的院长 守住非洲朱温 稳住疫情 确保台湾正常生活 即将招棒的苏贞昌满脸笑意 感性发言 以陈建仁总统的软男 乐于贡献的特质 以及他丰富的学经历 和他对于各方面事务的所忍 跟对蔡总统的了解和配合 和他能够在国人的期望下 相信带着行政团队 必能展开一欢新局 我也要大声的向陈院长说 爱嘎于我 苏院长在过去的四年 所做的表现 确确实实是一件极不简单的事情 我在这里要恭喜院长 苏院长 你真的是很棒 而且有你台湾真好 蔡英文肯定陈建仁温暖 无私奉献 同时交付新内阁四项任务 大人哥再次上场救援 谈言总统征询时 确实有犹豫 但台湾正面临挑战 必须放下自我 未来的行政团队 除了要延续 正在推动的福国立民的方案而外 也会展开必要的调整 来达成刚才总统所交付的 稳健迈向 预后复苏 强化社会安全体系 提升国家基础建设 还有推动六大核心战略 产业的四大任务 未来五百多天任期 从疫情复苏 外部挑战 要接棒执行各项兼具工作 陈建仁期盼未来建设 就和台湾度过疫情一样 能和两千三百万国人一同努力 现场电视 胡宗翰刘自营 台湾推报道 前副总统陈建仁在许多人的眼中形象 是学者暖男 大人哥 新内阁被总统定调为温暖坚韧 有三大重要目标 包括了强化台湾的经济任性 环境任性 社会任性 在未来五百多天 预期的任期当中 会如何来因应许多的挑战 来看到台北街头民众的看法 前副总统陈建仁确定接仗行政院长 1月31号正式上任 要以温暖坚韧的新内阁 陪蔡政府走最后一里路 没有像苏贞他那样那么有魄力 对他看起来温温的 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他有能力 所以蔡总统才会选择他 这个位置很像要比较霸气的人 反正就剩下一年了吧 就这一年就这样过去吧 陈建仁现年71岁 学者出身 拥有中研院院士 世界科学院院士 美国国家科学院 外籍院士等学位 抗SARS疫情期间 担任卫生署长 扮演关键角色 也担任过国科会主委 中研院副院长 2016年 成为总统蔡英文的副手 并担任年金改革委员会召集人 推动年金改革 这次临为寿命 民众期望有好的表现 当然会希望更好 内政啊 经济各方面 都需要加油 希望可以把一些交通问题 处理处理 很容易出车祸的路段 那其实可以把那边的 整个再重新规划 有些地方的房子很老旧 然后就是对外国人来的话 可能会观感不好 就是需要一些毒根 房价吧 还是太高了 年轻人都买不起 人事布局也逐渐浮现 副院长几乎确定 由前桃园市长郑文灿出任 前基隆市长林又昌 担任内政部长 内政部次长陈宗燕 接政院发言人 传出民纪党立委 管碧林将出任海委会主委 成为首位女性主委 另外传出政院秘书长李孟燕 交通部长王国才 经济部长王美花 劳动部长许明春 都有望留任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一豪 郑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 台湾的府院人事异动 总统府昨天宣布 前交通部长林佳龙接任 总统府的秘书长 而外交部政务次长 蔡敏燕接任国安局长 平面媒体报道 国安团队方面 像是国防部长邱国阵 外交部长吴钊燕 陆委会主委邱泰三等人 都渴望继续留任 不过还要等总统最后的拍板 此外 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 管碧林将出任成为 第一位女性的海洋委员会主委 海委会的副主委 将由现任的陆委会副主委 吴美红出任 另外 内阁的政务委员是全部留任 文化部长李永德改任政务委员 财政部长将由政务次长 庄翠云接任 国安内阁的另一个焦点是国安局长 陈明通向蔡总统请辞臣浅 职务将由外交部政务次长蔡敏燕接任 蔡敏燕出身是国际政治及战略研究学者 去年10月份才卸任驻欧盟代表访回台湾 曾经担任国安会的副秘书长 国防部的咨询委员 陆委会咨询委员等职务 那蔡总统希望能够借重 她在欧洲经营的经验 未来能够强化台湾与欧洲方面的国际情报合作 国安局长陈明通结束近两年任期 新任国安首长 将由外交部次长蔡敏燕接任 陪同蔡总统接见英国访兵 蔡敏燕去年10月才反国任职 之前是我国驻欧盟兼比利时代表 也曾任国安会副秘书长 陆委会与国防部资委 国际政治及战略研究学者出身的她 与蔡总统同属少见的英国学院派学者 据了解 这回出任代表国安局下一阶段 重视我国与欧陆的交流合作 要借重蔡敏燕专业 面对未来印太局势与国际情报等工作 但朝野立委都认为挑战不小 相对于陈明通来讲 她在两岸方面还有情报方面 可能经验还是比较缺乏 她应该就是扮演 蔡总统跟国安系统之间的一个窗口跟桥梁 可以想见蔡敏燕接任这个局长 未来的挑战其实还是相当的多 在国安会或者在国防部相关的国防安全事务上 她也是有涉入跟研究 所以蔡敏燕来担任国安局的局长 她的各方面历练累积到一个层次 至于现任总统府秘书长李大为 则转任海基会董事长 其实李大为曾在2022年出任海基会董作 但不到三个月就转任府秘书长 纵横外交沙场40多年 李大为多次与中共交手 也熟悉蔡政府的两岸路线思维 这次回国海基会 要完成当初未尽的任务与工作 新海尔特电视综合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团25号 在推特发文 新任的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和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会面 推文称呼萧美琴为大使 两人讨论在众议院的新会期要如何来加强重要伙伴关系 而萧美琴在推特转发两人的合照 写到在国会山庄忙碌了一整天 会见的好朋友讨论了多领域伙伴关系的重要合作 而近期台湾的内阁改组 有媒体报道称 萧美琴可能会和外长吴钊仙职务对调 返回台湾接任外长 不过自由媒体的报道 萧美琴肩负台湾美国诸多重要的项目 将会坚守留在华府进行 我们来关心防疫政策的变化 台湾从1月1号开始 对中国大陆入境台湾的旅客 全面采取唾液PCR筛减 原定执行到1月31号 防疫指挥中心今天27号宣布 为了配合金门马祖地区民众 过年小三通的专案的实施日期 以及要持续侦测中国大陆高风险变异株 入境台湾的可能性 因此这个唾液PCR筛减 将延长进行到2月6号 指挥中心表示 考量到大陆疫情持续 老年人口的感染、重症、死亡率 都处在高水平 而且大陆的出境人流是大幅的增加 仍然需要持续的监测疫情的发展 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国大陆蔓延猛暴 重症和死亡人数相当的多 而中共被质疑掩盖了巨量死亡 不过遭受同样变异株侵袭的欧美国家 台湾、日本、韩国等周边的国家 多数感染者都呈现 因为Omicron是呈现轻症 而除了中国大陆之外 各国又经过三年有序的防疫和开放之后 目前感染者也都是轻症 政府方面已经规划走向 完全解除防疫限制的阶段 日本在傍晚宣布 5月8号将降低COVID-19的分类等级 对比中国大陆疫情严峻 染疫死亡的人数仍在增加 重症患者也相当多 世界各国历经三年多 有序的防疫及开放后 受武汉肺炎影响的程度大幅减少 纷纷在进一步松绑 日本就计划要调降COVID-19的 疫情分类等级 特段的事情が生じない限 5月8日から新型疫苗 一旦日本调降疫情等级 要求民众在室内佩戴口罩的措施 也可能随之放宽 而台湾何时能解除室内口罩令 指挥中心虽然还没给出切切实陈 但专家预估最佳时机点是2月底 到2月中旬 事实上我们的解封指数 事实上都低于0.5 甚至于在2月中旬之后 我们还是会往下降的 目前以2月底来讲 要做口罩的室内 应该是一个台湾非常有利 除了日本及台湾 韩国也进一步松绑防疫 预计在1月底解除室内公共场所 佩戴口罩的规定 不过因应中国疫情延烧 韩国针对中国旅客 暂停发放短期签证的措施 将延长至2月28号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晏林整理报导 日本半导体大厂Rapidus总裁小池春意 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 Rapidus将在2025年上半年之前 建造一条2奈米半导体原型产线 Rapidus是索尼、丰田、凯霞、NTT、软银等 8家公司在2022年成立的新公司 日本东京一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年增率为4.3% 来到1981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准 东京核心CPI已连续17个月上涨 连续8个月高于日本央行的上涨2%目标 IDC报告数据显示 2022年第四季全球智慧手机出货量 约为3亿部 较上年同期下跌18.3% 创下有记录以来 最大的单季降幅 而2022年全年全球智慧手机出货量 为12.1亿部 创下自2013年以来的最低年度出货量 香港政府统计处26号公布最新数据 2022年12月 香港出口跌28.9% 创下自1954年5月 跌31.3%以来最大跌幅 西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导 彭博社昨天报道 荷兰和美国官员今天将在美国华府见面讨论限制 对中共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 而彭博社今天上午的新消息是 美国日本荷兰三方的官员在今天将结束会谈 知情人士透露 日本荷兰准备要加入美国的行列 来限制中共取得先进的半导体设备 荷兰将扩大对埃斯摩尔公司的限制 阻止销售DUV身子无外光围影设备给中国大陆 而日本也将对尼控实施类似的限制 知情人士表示 目前美和日三方没有计划要公开宣布 可能实施的限制措施 日本内阁官方副长官穆远承尔表示 日方将根据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监管举措 来采取适当措施 一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荷兰官员认为 新的控制措施目的在解决国家安全问题 而不是图利美国的晶片公司 我们今天看到日本汽车产业的重大消息 周四日本的丰田汽车宣布 66岁社长丰田张南将卸下担任13年社长职务 转任会长 该由53岁的Lexus总裁佐藤恒志来接任社长 丰田张南是丰田汽车创办人 丰田洗衣郎的孙子 也是丰田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社长 周四丰田公司总裁丰田张南宣布 今年4月旗下豪华品牌Lexus执行长佐藤恒志 将接任丰田公司社长 他本人将接替内山田竹志出任董事长 丰田家族第三代现任总裁丰田张南表示 佐藤不仅年轻 而且继承了丰田的理念 技术和实践 佐藤恒志曾任Lexus总工程师 总裁和丰田品牌长 他希望推动未来汽车发展 丰田总裁更换的消息公布后 丰田股价下跌0.63% 收在1893日元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张月鑫综合报道 接着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美国白宫首度庆祝皇历过年 并且邀请了台湾义官员出席 中国大陆二次感染病例大量增加 而中共当局内部文件泄露了官方 隐瞒疫情真相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亚太征定新闻 台湾为神守护之地 以先天的美好环境为根基 风导的食杰食材做媒介 台湾人用真心发酵 研发守护人体基底的酵素饮品 台湾酵素村 献给您天然营养的真实健康 完整补充日常生活能量 在神守护的台湾 做您最坚实的健康后盾 台湾酵素村 担心长者独自在家吗 TTDC云端独居老人照护系统 不在家也能了解 长者活动情况 紧急状况时 第一时间救援 多一层保护 多一层安心 云端独居老人照护系统 用最好的 守护最爱的 如何为全家人挑选好的营养食品呢 选择初乳国际企业就对了 无糖配方 不含植物油粉 奶精 食品化合物 采用APS集团纯净乳源 通过多项验证 丰富免疫球蛋白 营养均衡 低脂肪 零胆固醇 是健康活力的最佳补剂 初乳国际企业就像家人一样挨着你 深耕台东建设三十年 施工扎实 设计多元 世宏建设 陪您看见对家居的价值 如果没有准备 扎实际上 欢迎回来 台北时间大年初六上午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出席中国传统新年庆祝活动 现场邀请了50团体表演 第一夫人吉儿身着刺绣中国传统风洋装 这是美国史上第一次在白宫举办了皇历新年的庆祝宴会 武士正在白宫表演秀出了恭喜发财的正体中文字春联 获得了现场喝彩 在活动开始时 拜登向日前加州两起重大枪击案的死难者致意 带领现场贵宾一起默哀 拜登也赞扬26岁华裔老板布兰登英勇的和加州的武厅枪击案的嫌犯扭打 并且夺下枪支保护民众 体现了美国精神 而从现场画面中可以看到 在白宫当中有许多的亚裔宾客被邀请来一起庆祝皇历新年 包括曾经拿下冬季奥运金牌的亚裔华兵 花式滑冰选手陈为 以及美国政府的贸易代表戴琪 他的父母是出生在中国大陆 在台湾长大 之后举家移民美国 美国政府周四公布去年第四季度GDP增长达2.9% 超过了预期 总统拜登发表了今年第一个经济演说 谈到了通货膨胀 以及对经济衰退的忧虑 请看到新唐人华府记者桃明的更多报道 好的主播 周四美国总统拜登来到我身后的位于维基尼亚州的一家公会 并再次做出了2023年度的首个主要经济演讲 拜登在演讲中突出了他的经济成就 包括工作岗位增长 通货膨胀减缓 以及最新的GDP数据 显示美国去年第四季度的GDP增率是2.9% 然而共和党却批评 拜登的政策导致了美国通货膨胀加剧 目前美国白宫和共和党正因为是否应该无条件的提高债务上限而争持不下 共和党要求要减少联邦开支 而白宫目前则表示不会接受这一条件 新唐政治台记者桃明 美国维基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镇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延长了一项保护在美国的香港人不被驱逐出境的计划 原定这个计划是在下个月2月5号要到期 在延长之后先前因为签证到期而可能会面临驱逐出境的香港民众 可以在美国持续停留到2025年的1月26号 拜登表示 由于中共政府持续破坏人民的权利和自由 因此决定延长和扩大这项计划 拜登提到 美国致力于将民主价值与外交政策结合 其核心目标为在全世界捍卫民主及促进人权 美国将持续且坚定地支持香港人民 中共于2020年6月单方面对香港实施国安法 破坏香港原本享有的权利与自由 打压学术与新闻自由 现在有超过1200名政治犯被关在监狱里 超过1万人因反政府的抗议而被控告或逮捕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韩耀峰综合报道 通年来临中国瘟疫四起意向平线 1月25日 杨宁铁岭天空罕见出现三个太阳 陆媒报道称为换日现象 一些网民认为这是要变天的征兆 据古籍记载 三日同初是不祥之兆 国军必亡其位 有大兵并大丧 今年3月举行的中共两会 中共国务院将换届 有没地址 这一届国务院领导层全部卸任 李克强担任总理期间的部委首脑也至少换7成 可为中共史上卫健 分析认为这与习近平深度清洗团派有关 据惊讶周资深评论员钟泽克尔周四撰文说 中共内部消息人士透露 有任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将负责对台统战事务 习近平袭击他提出一套理论 替换掉破产的一国两制 2016年成立的床江存储 在美国严厉制裁下艰困求生 外媒报道 由于无法和海外关键设备供应商开展业务 床江存储面临技术瓶颈 第二座晶圆厂的新建恐遭延迟 还有员工在中国社交平台爆料 已经收到采员通知 以员工福利价买的房 也必须在三年内返还与市场的差价 估计赔付几十万到上百万人民币 新唐亚特电视总理报道 近日被发现在中国大陆 由中共病毒引起的脑炎患者 是不断的增多 而且还有大批的中国大陆民众 二次感染 复养之后还多了腹泻等消化道疾病症状 此外 中共内部文件泄露了中共 染疫死亡数据的秘密 中国疫情仍未见好转 近日多地爆出 中共病毒导致的脑炎患者增多 死亡率比白肺更高 新冠相关的脑炎的话 现在我们就发现了不少 它这个是比白肺的死亡率更高的 而且病情更严重了 深圳大学总医院神经内科也透露 一周内接收了数十例脑炎患者 最小的只有二十多岁 重症以后 现在我脑子蒙圈 脑子脑子清醒 不仅如此 二次感染病例也大量增加 不少民众复养后 多出了腹泻 呕吐等消化道疾病的症状 我第一次养的时候没有这个这么难受 这一次是嗓子也哑了 嗓子也疼 头也疼 浑身疼 伴随着又拉肚子 肚子疼 反反复复的发烧 吃什么药都吃过了 效果也不见好 现在是新年刚过去三天 我身边就有七个朋友 二次中招了 尽管大量民众视频显示 中国疫情仍在水深火热之中 但中共疾控中心日前却声称 中国感染者 重症患者 死亡病例数均已过峰值 并处于下降趋势 不过大纪元独家获得的 中共内部文件却显示 在官方声称死亡病例 达到峰值的1月4号 各地其实都还在补报数据当中 根本就不可能确定死亡病例的数字 以及是否到达峰值 文件还提及新冠染疫 死亡判定程序 极为复杂且异常严格 在死者初步判定为新冠感染后 在死亡24小时内 完成院级死亡病例讨论 由本机构医疗管理部门 和主管负责人审核 在逐级报市级 省级医疗救治组审核后 方可注明是新冠死亡病例 现在重症ICU等人 这些人都来不及 哪有时间去进一步讨论 已经死去的人 而且很多人很快就已经拉走了 本台记者26号致电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 大疫情网负责人置评 对方没有回应记者的问题 只是追问电话是从哪里打来 当记者亮明身份后 对方赶紧挂断电话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韩非 特别记者洛亚采访报道 中共三年清零失败 疫情爆发蔓延 又中共掩盖不住 又无预警的干脆躺平大开放 而中国的疫情是全面的大爆发 有民众揭露在当地死亡人数 急剧上升 殡葬用品脱销 警方派出所每天销户的人数也是暴增 但是中共当局隐瞒数据 长春市某县城林墙 27号告诉新唐人 防疫放开后 疫情传播凶猛 死亡人数暴增 但政府隐瞒实际死亡人数 政府规定先注销户口才能火化 最近他从当地派出所所长口中得知 县里三个派出所 平均每天销户25人 从12月8号至今50天 估算死亡人数为3750人 英阳尽阳 英王尽王 一片爱好声 我们辖区内拿着派出所 一个派出所一天23岁 小户我们的县城 20多万银口 就吃到这么多 关键服供用不上 既私众品的东西 不休 吹喇叭叫 讲价了 原来给疫情 现在要你两千 有的不吵吧 你一看你这念不上 还吵干啥呢 26号 西欧亚洲电台引述武汉消息人士称 但是武汉市黄皮区 在放开疫情防控一个月内 超过5000人死于新冠导致的疾病 林强还提到 现在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了 放开之前的极端防疫措施 造成的人为灾难 夺走不少人命 突然放开后 又撒手不管 医院大排长龙 殡仪馆兵贵爆满 尸体堆满地 前期有一个阳性 整个村庄 整个楼里都给人拉走了 很极端 那时候有病到医院 我必须要开核酸证明 但得开 武艺小区证明 都在混 也是没 管控几年 死亡人 我估计都是无地提示 突然间放开之后 不管 就是最大的恶 老百姓连篇要也没用 哭天喊 政府做无罪 新唐人记者 雄斌陈杰采访报道 疫情影响全球三年 美国联邦中议员 内尔斯26日 提出一项新法案 名为中共撒谎 人民死亡 这项法案 要求禁止 美国的联邦资金 流向中国大陆 直到中共政权 偿还美国政府 4.6兆美元 用于COVID-19的救助资金 内尔斯向福斯新闻表示 他在这一届新国会的首要任务 是追究中共责任 他说中国共产党一手造成了 美国100万人的生命损失 此外 科罗拉多州的共和党中议员 波伯特也加入了推动法案的行列 中议院议长麦卡锡 在最近也宣布成立 冠状病毒大流行 特别小组委员会 想调查疫情大流行的起源 回顾2022年 中国大陆各地 除了受到中共极端严厉防疫 风控政策的负面影响 也遭遇创纪录的旱劳灾害 不过中共当局仍然宣称 所谓的粮食大丰收 近日 中共当局要求加快 推进米康产业 开发为大众食品 这引起了舆论关注和热议 有民众因此认为 中国大陆肯定存在粮食危机 针对中共人大代表 有关国民食用米康的建议 卫健委网站1月19号称 发展米康产业 挖掘米康营养价值 有利于促进粮食减损增效 和国民营养健康 还称 将积极支援开展米康营养价值研究 和有关标准修订 消息一出引发舆论关注 有民众表示 中共宣称 去年粮食大丰收是假的 中国肯定存在粮食危机问题 粮食肯定是没有丰收 去年闹的天灾 包括沙漠里都发生大洪水了 有些地方过去一米之乡 发生水落后发生灿灾 这样的事情全国不止一个地方 这加上中国战争造成的粮食进口 再加上和美国的所谓的贸易战 搞得粮食肯定是现在有很大的困难 没有粮食危机 它为什么要进口这么多粮食 危机肯定是有的 我到农村去过 一毛产量大概可以一千斤左右吧 但是田已经少了 都造房子造完了 田地很少 很少 比过去田大约要少一半左右吧 储存的粮库现在也少了 举个例子上海苏州河旁边 有很多粮库 现在到哪里去了 没有了 上海市民华先生表示 中共发布的数据不可信 它现在大规模进口小麦大麦大米 就是为了应付粮食减产 老百姓都有危机感 这明摆着就是在造假数据 你这么查的他把你抓起来 说你造谣 国家机密 没法查 老百姓最大的感受 就是农田少了 粮库少了 肯定有危机感了 老百姓都在混一天 算一天嘛 新唐人记者 陈杰李珊珊疏散采访报道 接着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一家中国企业被指提供卫星图像 给俄罗斯的佣兵组织来介入 参与俄务战争 遭到美方的制裁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新唐亚太重点新闻 生活的自信法则 培养气质与品味 生命的自然法则 选择舒适与美好 品味 质感生活 利宝 哎呦 你看到吗 这样我真的疼 你怎么看起来都没事情 来啦 用德行天下 勞动者的支撑力 德行天下 人工健康鞋店 嘿 到家了吗 龙到家 累就要休息 在台北混不下去 你回家啊 什么跳出在台北 混不下去就回家啊 你每次都不信任我 算了 我昨天寄东西上去 你有收到吗 小时候 放学签着你 你都会吵着要吃这家的豆干 妈 我下个礼拜没班 回家一趟 你现在可以与你的朋友 你的好声 Anywhere Anytime With the noise reduction technology So quiet It's never been easier to listen Extend your hearing Expand your life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 德国和美方刚刚宣布联合多国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 而俄罗斯周四就以飞弹核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新一波大规模袭击 造成至少11人死亡 几十座的建筑和能源设施受损 最新消息还传出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周边有剧烈的爆炸声 俄罗斯国防部周四证实 当天对乌克兰发动了新一波袭击 击中了83个乌军的火炮发射阵地 人力和军事装备 乌克兰方面则表示 当天早晨6架图95战机从俄罗斯北部摩尔曼斯克地区起飞 并发射了远程导弹 空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及附近引发巨大爆炸 一些建筑被损毁 一名55岁男子丧生 导弹也袭击了奥德萨南部地区 破坏了两处关键的能源基础设施 而在导弹袭击前 俄罗斯还派出自杀式无人机进行连夜扫荡 乌克兰紧急事务官员表示 这一波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已经造成至少11人死亡 另外11人受伤 11个地区的35栋建筑受损 尽管德国和美国在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坦克时 一再强调 不希望卷入战争或导致战争升级 但显然已经激怒了俄罗斯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四回应称 不接受德国与美国的说法 俄罗斯的表态 也为俄乌战争是否会进一步升级或扩大 带来更多不定因素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严书综合报道 俄乌战争 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周四26号宣布了系列行动 正式把俄罗斯的拥兵组织 瓦格纳集团定性为跨国犯罪集团 美国财政部还制裁了一家中国的 长沙天移空间科技研究院公司 涉嫌把乌克兰的卫星图像 提供给瓦格纳集团 在对乌作战当中使用 先前还传出了美国政府有掌握证据 中共的国有企业涉嫌了军援俄罗斯 国际在关注后续的走向发展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发表了新书回忆录 向外界公开 他在川普政府任内担任中情局长 还有国务卿时期的部分工作回忆 韩国媒体有关注蓬佩奥写道 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曾向他表示 中共都是骗子 而为了避免被中共统治跟威胁 金正恩认为需要有美军住在韩半岛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近日在媒体上侃侃而台 2018年他以中情局局长身份秘密访问北韩 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峰会时 是以一个关于暗杀的笑话开场 这也是蓬佩奥新出版的回忆录 寸步不让为所爱的美国奋斗里刊载的部分内容 蓬佩奥在新书中表示 那次与金正恩会面的目标是 纠正过去的失败工作 消除北韩大规模毁灭性核武 南韩朝鲜日报报道 蓬佩奥还在回忆录中披露 金正恩跟他说中共都是骗子 为了提防中共统治 朝鲜半岛需要有助韩美军 因为中共会像对西藏和新疆一样 对待朝鲜半岛 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蓬佩奥 在川普政府时期 曾经担任中情局局长和美国国务卿 卸任后二度访问台湾 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带来的危险 是这个时代的核心威胁 外界推测蓬佩奥有意参选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蓬佩奥24日在CBS节目上 没有否认也没有确认 只表示还在思考与评估 新唐亚太电视程辉模张瑞珍综合报道 Google威胁分析小组的26号指出 在2022年拦截了5万笔 中共宣传组织Dragon Bridge 龙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企图发布的资讯 外媒报道 龙桥在YouTube、Facebook和Twitter 多个平台上散播亲中共 以美论的讯息 赞扬中共在疫情的作为 宣扬中共统一台湾等言论 而龙桥在YouTube创建了超过 5万6千个频道 在去年被禁用 Google研究人员警告 尽管龙桥的讯息内容 还没有真正吸引到自然观众 但是他们持续性地在进行他们的策略 美国新任众议长麦卡锡上任之后 聚焦中共威胁 在传出考虑在春天访问台湾之后 国会对中共竞争特别委员会 规划来台湾举行听证会 香港媒体放风 中共要军事恫吓台湾 不过学者提醒 中共已经在进行对台湾的认知作战 台湾要破除相关的恐惧症 要小心很多奇怪的言论 传出美国新任众议长麦卡锡 可能春天访问台湾 国会对中共竞争委员会规划 来台湾举行听证会 徐者明居正宋国诚解读异议 对中共来说打击非常巨大 如果访台成功的话 美台的官方是推迟 深话是推进的 然后中共的战狼外交 跟对台湾外交封锁 是有不足是有失败的地方 这就意味着说 美国在制定对中政策的时候 他首先要听听台湾的意见 台湾会大幅度的扩大了 他的国际话语权 去年8月 美国中议长裴洛西卸任前访问台湾 中共围台军演 形成第四次台海危机 邻居正提醒 他们现在要特别小心 中共任职作战 以美论 仇美论 分化台湾 他以听闻多种奇怪论调 外罪举向美国 中共能够在佩洛西离开 第二天就立刻发动这种演习 这种演习是已经筹划 跟准备了一两年的事情 佩洛西来绝对不是引爆这个问题 佩洛西来台湾恰巧好是吹哨人 他把中共的野心暴露了 那现在奇怪的是 台湾的人为什么不去指责 中共的野心 而来指责说 佩洛西的吹哨者呢 气急败坏 但是他会很尴尬 这个戏本身已经 他的边际效益已经下降 不足以去扭转美台关系的基本结构 而只能够更加的去恶化 美中之间的结构性的对抗 明居正列举听闻的部分奇怪论调 例如 称称美国在所谓引诱打仗 挑动台海战争 所谓悬崖边缘策略 胆小贵游戏 但美国不会介入台海等等 明居正表示 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 当然可以跟别的国家来往 美国议长也可来往 何况国际都知道中共挑战与破坏 国际秩序与普世价值 人人喊打 台湾人应该指出来 中共明明已经走到这步 现在已经走到了国际上 人人喊打的地步 我们为什么还要自我设限 一昧地追求表面的和平 而且他处处害怕得罪对方的话 反而会自我设限 自负手脚 明居正观察 中共一开头 长期一直对美国打台湾牌 美国也得打台湾牌应应 世界格局已经走到 中华民国顾总统蒋中正曾说的 自由民主与共产的决战 是中共扰台在先 美国来护台在后 你既然评量美国这么严格的话 为什么不用同样标准 去评量中共 所有这些问题呢 其实最核心一点就是恐共政 第一 误认为中共强大 军事强大 经济强大 科技强大 误认为中共的内政稳定 内部团结 这两个误认都是错的 然后看不见自己的优点 看不见国际反共大潮 看不见国际潮流 看不见全世界主流国家 现在帮助台湾在反共 这么明显的事情 还反过来讲 更重要一点就是 如果这是国际潮流的话 这就是老蒋总统 在过去讲了多年的 这是民主跟共产的决战 新唐亚台电视 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 接着关心萨姐新闻重点 美国神运艺术团 在欧洲荷兰的演出 职业歌手赞叹 观赏神韵 宛如 至神仙境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阿公教我 用心真诚对待玩物 阿嬷叮咛我 别忘记吃好的食物 团圆之时 暖心暖胃 导致幸福的礼物 农米欲录 我是嘉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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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嘉义人 这里是高兴 这里是高兴 这里有人情 这里有职情 这里最团结 家义东京会 要请你来跟咱最会 您有睡不着的烦恼吗 睡眠品质低 该怎么办呢 德行天下 德心乐眠诊 采用德舒服 专利滤精乳胶 具有高回弹性 与支撑性 多孔性结构 结合被长叹 透气性佳 具眼红外线 可均匀承托 缓解头部压力 让您睡得健康又舒适 德行天下 让您安枕无忧 夹制具的先锋 沉浸科技 专业AI智能化夹制具 四大系统全方位整合 高精度 高耐久 高品质 重复定位精度2μm 累积超过80项专利认证 通过ISO9001品质验证 精准夹持 所有你想要的 有了沉浸 一切搞定 台湾之光 沉浸科技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过年期间台湾十天廉价 台北捷运今天初六二七号上午 在客服信箱发现了恐吓性 新建扬言要在车站月台 置放炸弹 北捷公司报警 并且加强了警戒 进行了地毯式安全检查 针对月台 厕所 消防设施等安全死角 加强巡减 而目前 营运正常 也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 如果发现了任何异常情况 要保持冷静 通知司机员或者行控中心 警方表示 近来获报不准一次类似案件 研判是同一犯罪集团 已经报警警察官指挥 与刑事警察大队 科征队 刑事警察局来共同侦办 1月21号 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 在欧洲荷兰 格罗宁根的第二场演出 再度爆满 旅居荷兰的乌克兰职业歌手 赞叹神韵 美妙无比 观赏演出如同 赤神仙境 艾琳娜·科帕尼区克女士 是乌克兰职业歌手 既唱民谣 也唱美声 神韵卓越的艺术表现力 让他惊叹不已 而作为一名职业歌手 他对神韵中西合璧的 现场交响乐团 印象尤为深刻 我认为一名职业歌手 科帕尼区克女士 赞叹神韵 美丽动人 传递的文化 对人很有帮助 她祝愿中国 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认为一名职业歌手 跟着西欧威尔正同 荷兰格罗尼根报导 我们接着关心 1月28号周六 大年初期天气预报 今天大年初六 祝您浮吐绵延 年复一年 春满东方 前途四景 我是张东旭 再会 周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